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念大米 这礼拜受到冬北几方正常的影响 北部和冬北部的天气较凉 任方便的北部和冬半部地区 路后的记率较高 其他的所在天气是较稳定的 这是气象局发布的天气移借 明明是冬天 天气竟然是说凉 不是冬 这个气候实在越来越不早 冬民来到12月一起 在走 像说上星期六 12月一起来面的大汗 这么多大 我们感觉不太寒冷 这对人来说可能感觉 轻松松快 也不过对冬作物来说 这冬不冬是真数人头疼的 好感觉 上一阵那一波超强寒流 要是有担来好够 像说正甘霸、正六点的冬友说 有够冬 水果的食水总算走出来 正菜头的冬民也说 冬一个来 这样菜头可以吃 俗意说 吃过鸵 吃过骨菜 三过形菜 四过硬菜 五过骨子 六过骨子 七过骨子 八过鸭子 九过鸭子 十过铅菜 十一过鸭子 十二过白菜 如果说冬天最重要的菜 在这里更新类的一些 它的菜类 蝎的菜类是最澎湃的 像说 骨铁菜 大白菜 小白菜 鸭菜 鸡 蜗 蜗 柚菜 白鸣 豆苗 芹菜 白花椰菜 绿花椰菜 鸭水 蒜苗 还有荷兰豆 红豆豆 都种是 中西 好吃的菜 说到这里 今天大家买菜的时候 会记得 买这种 中西的菜 健康 营养 又安全哦 老爷啊 每天都要吃菜哦 蛤 我今天不是 吃十五啊 我是说 吃吃菜啦 接下来是一件关于除草剂 在德国竟然被延长使用年限的消息 这是来自德国议题评论者蔡庆华所发表的 除草剂政变的文章 在媒体报导者上刊出的消息 去年年底 德国农业部部长 施密特在欧盟投下震撼弹 他违背了德国政府和盟友法国的期待 支持延长使用含有嘉林塞成分的除草剂五年 引发舆论哗然 究竟嘉林塞这农药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在德国引发这么大争议 其实嘉林塞是德国农场非常习惯使用的除草剂成分 在1970年代的时候 由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RoundUp 内含41%嘉林塞以及其他化学成分 引入欧洲之后 它的除草效果非常好 因此大受欢迎 然而嘉林塞的问题早就引发公众注意了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癌症研究报告 将嘉林塞归类为可能引发癌症 此外 注重动物权益的德国民众 也对于生产嘉林塞的厂商 他们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感到非常不满 而我们都知道 德国啤酒相当有名 但是在德国 有14种不同的啤酒当中 竟然都验出了嘉林塞成分 但为什么德国的农业部长坚持还是投下赞成票 延长嘉林塞的使用年限呢 原来是因为他来自巴伐利亚 是一个农业大邦 当地农民使用嘉林塞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因此对这些农民来说 施密特的行为简直像英雄一样 如果我们联想2018年 巴伐利亚将举行邦议会选举 那么施密特的坚持原因就再明显不过了 德国有许多养蜂业者 因为蜂蜜含有嘉林塞数值超过标准的几十倍 所以被禁止贩售 只能当作废弃物处理 目前看起来嘉林塞的延长案已经成了定局 目前需要的是做损失的控制 有一位记者说 政府必须明确的对那些瘾君子说 最多就是五年 五年后无论如何 无论有多么痛苦 你们都必须戒断 这位记者茂林 他说我们都忘了 德国的农业曾经是没有嘉林塞的 含有这个成分的除草剂是孟山都公司 1974年才引入德国市场的 东德也不使用除草剂 现在德国农业压力团体的最大主张是 如果不使用嘉林塞 将使得德国农产品的成本大幅提高 这将缺乏国际竞争力 所以他认为 这是有解决方案的 嘉林塞的上赢者 只是需要有使用解方的决心 而政府必须帮助他们戒除才对 不过对于嘉林塞的损害控制 也不能只是依赖政府 民众必须拒绝 以便宜的成本购买有疑虑的农产品 而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安心产品 这不是一蹴可及的目标 最近气温非常舒适 常常可以见到太阳 赶紧找个地方 赶紧找个地方踏踏青赏花去 跟大家推荐的是 在高雄1月27号 欢迎各界人士参与 在当天现场有联雾和藻类水果品项的 竞资预奖 以及研发成果展 还有优质农产品展售等等一些丰富的活动之外 还设计了许多赏花专区 像是在景观花卉区 主要是以羽状鸡罐 布置了的迷宫花园 不只赏青月幕 还充满趣味 另外还有草花区 种植了粉恶熟尾草 金鱼草 薰衣草 都已经盛开了 五彩缤纷 非常美丽的景致 尤其当天还有很多互动的活动设计 像是恋恋蝶斗花银 这是可以让大家亲自来调配 调配完之后 看是要现场喝或带回家都可以 最后大米要特别推荐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叫做斤斤计较 这个比赛活动非常有趣 它要你凭感觉 要秤出500公克的白米 看你对于500公克的白米 这敏感度准不准确 当你秤重出来的结果 是落在450克到550克之间 就算过关了 听起来太放水了 应该要更精准才对 好的 希望有机会 我们的青龙市集On Air 也能够办理相关的这种活动 应该是非常有趣又刺激的 最后别忘了 在打卡拍照的时候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美丽的花卉植物当作背景 还要再记得一件事 要标上人家的名字 这人家就是指植物的名字啦 如果能够写上植物的特色 这样子的打卡分享会更有意义 以上就是关于1月27号高雄农改场的迎新春赏花活动提供给大家咯 广告后回到青龙市集On Air 今天有非常精彩的青龙故事分享哦 你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傍晚5点20分到6点的青龙市集On Air 我是大米 今天大米又出任务了 要随机捕获野生青龙 而且听说有个聚集了全台各地的有机农民的市集相当受欢迎 那就是每周六固定在台北捷运公馆站附近的水花园农夫市集 这个有机市集已经开办超过6年了 大米是第一次来 每一摊都想逛都想买 但是呢还是先忍住 帮大家挖宝听故事更重要 第一站是秀丰有机茶园 负责人是一位行男农夫哦 他是陈世丰 这一摊这里是秀丰无毒茶园 是来自南投民间嘛 是 然后你们这个有机茶是已经几年了 我们从事这个有机种子已经第三年了 对对对 听起来是很年轻的 然后而且你们选的是秀民自然农坊 有特别是怎么样的学习过程吗 其实我们刚开始回来接触的时候也是去学习那种有机的种植方式 就是有用那个有机的防制制裁还有使用有机肥这方面的 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个前辈 他是带领我走入这个自然农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 因为对那时候我刚遇到虫害的时候问他说 前辈前辈我已经有虫害那要怎么办 他说你就放着不理他 对那时候我想说奇怪 前辈怎么会这么跟我讲 因为我们是透过电话聊我们没有多问他什么 那我就想说好吧 既然他就这么说我就姑且一试 然后后来发现说 这样的方式你就放任他不管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草原里面的生态越越丰富 对那虫害自然慢慢慢慢的就会降低 因为他达到一个生态的平衡 对那后来就发觉这个农坊其实很有趣 因为你会发觉到整个环境的改变 还有生态变多 你也会发觉到很多你没有看过的昆虫生物 对还有甚至一些花花草草它会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有趣的 所以就一头摘入了自然农法的那个世界里面 可是你只有你跟你太太两个人 然后种植这种也算是第一次接触茶叶的工作吗 然后这个挑战三年来是对你来讲 感觉时间是过得很快还是感觉经历了很长很长一段岁月 哦其实时间真的还蛮快的 我虽然从事茶的行业是短短三年而已 但是其实我们家种茶已经很久是茶农第三代 对那刚回来的第一年因为什么都不会 所以会到各大的农改厂茶改厂包含农会或农委会他们办的课程 对去学习怎么样种茶然后如何自茶 那也因为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 然后认识了很多前辈同好还有同学 大家互相交流 然后其实得到了很多相关的帮助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对那这么说你们茶叶这个事业在家族来讲以前没有人试过自然农法吗 没有耶因为以前自然农法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 他们对有机算是还了解 但是一直都没有勇气去踏入这个友善行列的工作里面 对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改变 然后还有他们也习惯用以前那种冠型农法的种植方式 然后那样的产量那样的模式 所以要他们跳进来这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所以您可以透露一下本来本业是做的哪方面的 我本来在银行保险业 我待了八年 对然后刚开始会回来是因为爸爸的腰部去开刀 这间盘突出然后回来帮忙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帮忙的机会去渐渐的了解 我们民间乡真正的柴野的生态还有环境 那三年前开始种茶 可是你参与这个水花园有机市集是多久了 我们在来水花园大概是两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推广的第二年 一整年都在台中做推广 对那在台中推广一阵子之后 我们想要让更多其他不同县市的朋友民众来认识这样的龙靶 还有喝到我们的茶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往北部水花园发展 然后刚刚也有这个荣幸因缘机会有人介绍这边的城邦让我们认识 对所以就来这边做推广 那这样大老远每到礼拜六就要从南投然后专场要跑一趟台北 然后在这里摆摊又是一整天 两个月下来有什么心情 其实我觉得来摆摊对我们来讲反正是度假的时间 对因为我们一到五都在茶园里面工作 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茶树还有那些昆虫 这样当然也很快乐 但是出来的话因为毕竟是来到比较远的地方 对我们会把每次来这边的那种心情都感觉就调整成像是在度假一样 然后来这边交朋友 然后来这边跟大家聊天 对其实心里还蛮快乐的 对 看得出来像您太太跟你一起像这一天的摆摊 就两个人从头撑到尾这样子 然后交了这左邻右舍旁边摆摊的朋友 来这边认识朋友 可是对我们看起来是你们还很年轻的夫妻 然后那种茶园的工作工作起来跟都市上班族落差真的非常大 对那个对于你跟你太太都有很不能够突破的某一个时期吗 会的那刚回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刚好遇到夏天 对那我们这种方式的茶园里面其实草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几乎最多的时间都是在除草 那时候刚夏天去除草的时候大概半个钟头你就会觉得快受不了 对就觉得很热而且好像快晕倒一样 但是后来也就坐着坐着也就习惯了 对啊那个时间还有心态上的调整都越越能适应 对所以现在变成说去茶园除草就变成是每天例行性的生活上一部分 就把它当成是运动一样 对其实所以做到现在其实感觉也还OK啊 有渐入家境这样 可是你们缺不缺人力在民间的茶叶来讲 因为现在政府其实也都会有想很多方法 觉得青农既然有意返乡务农的话 那需要的资源政府感觉上他们就尽量想要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想要提出一些可以失利点的地方 那就南投这边的茶叶你这几年的观察会有特别需要的资源是什么吗 我觉得我们这边最需要的资源 人力上其实还算OK 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用机器采收的茶 对虽然我自己本身的茶叶是用手采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以这个未来趋势来讲的话 机器式的经营是势必要去走的一条路了 对因为人力一定会越来越少 我现在反而觉得说在 不管是我们那边或其他地区 农业最需要的推广真的是 最需要的地方应该就是在推广还有行销这一块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农产品没有错 但是也有很多被埋没的好产品 对那些懂得怎么种 然后他可以种出很好的东西 但是农夫他最欠的就是在于行销概念这一个区块 对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被发现 还有一个被看见的地方还有舞台 对 目前被以秀风无毒茶园这个品牌 他被发现跟被看见 其实说是被啊 可是都还是你自己要很主动的把自己推出来 对不对 那你能够想象你接下来有可能还可以展现的舞台 能够接触到的层面有吗 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市集的方式在做推广 然后也有自己的粉丝团 对 我目前是用这种方式在推广 然后等到以后预计如果在这方面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 我们会去走比较大型的展场 对 无论是国内的南港展览馆啊 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食品展 我们都会想要去做尝试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不止在台湾 我觉得应该要让全世界都看到 因为这种友善生态的工作方式 我觉得攸关到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国家 而是全世界 因为现在世界的环境急速的恶化 对 不论是空气污染啊 甚至是全球的那种酷寒酷热缺食的状况 很严重 对 那其实透过农业它可以改变我们环境一个很大很大的部分 对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了 去把这样的方式能够推广到哪边就尽量去做 对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你是一个吸收新知 是速度快而且是非常积极的人 你是因为想要回家接这个茶园而展开了这样子很激烈的学习过程 还是之前过去来的生活经验里面你就很关注这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习惯吧 因为以前在金融保险业的时候就已经有不断的在学习金融方面相关的课程 也因为那段时间所以时时刻刻都会去吸收一些市场上的新知识 对 然后投入茶园这一块 我觉得必须要更用心 因为其实我觉得农业这一块真的是非常博大精神的一门学问 对 那个不是说我们从书上看或说看一些数据看报道 就能够学习的 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是大字 然后大自然它真的很奥妙 这种奥妙的地方我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和形容 你要自己下来做接触之后 你会慢慢的发掘大自然这里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可是你是从小就看着家里的大人们这样种茶园 所以你现在亲自务农跟想起小时候看大人务农 你那个自己会感觉到有什么巨大的观念上的改变吗 其实在小时候因为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朋友 然后不管是我的爷爷奶奶甚至父母亲 他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好好的念书 然后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又好的发展 不要再回来务农 因为他们觉得务农很辛苦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小时候我们虽然常看他们工作也常到茶园 但其实那就是他们为了方便带我们带小孩 对然后就会买一些饼干或饮料 然后把我们带到柴园里面去玩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根本不晓得说 他们的辛苦之处 还有他们的坚持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觉得说 既然我们民间乡种茶如果不赚钱的话 那为什么一定要种茶 难道不可以盖文市去种一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吗 后来我发现的是 他们对于这个产业的热爱 还有对于这个产业传承的责任吧 他们算觉得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负担 但同时他们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种骄傲 对那我后来 本来坦白说我刚回来的时候 有想要把茶园给整个翻掉 然后去种一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是在某一天的洗完澡 就头脑比较轻松比较安静的时候去想清楚 我觉得我是茶 我被茶养大的 所以我应该要减负起这样的传承 还有责任去把这样的茶给发扬广大 对 你这句话曾经对别人说过吗 我是茶 我是被茶养大的 其实没有 我不太善于说话 我大部分都用文字 对去表达我的心情 所以我坦白说我没有对别人说过 这句话很有力道 真的哦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标题 谢谢 你们可以当slogan 我是茶 我是被茶养大的 很感动到内心 好最后自己行销一下 秀风无毒茶园的茶产品的特色 我们茶产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 因为这种方式种植 它所给的任何味道还有养分 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 秀敏龙法应该说自然龙法 它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因为在于它不施肥 然后也不翻根 虽然它能够确认土壤底下的生态很完整 包含一些微生物还有矿物质的生长 它都不会遭到破坏 所以植物的根系它可以向下生长 而且会比一般的冠型龙法 乃至于有机龙法来的 根系来的更深入 所以它吸收到的大地的营养 能量还有养分都会更完整 所以这样的东西你喝下去 对身体是完全没负担 而且非常的天然 然后我记得曾经日本的有一位学者说过 他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都没有包含能量在里头 对 那我可以很骄傲的说 我们的产品处处充满了能量 谢谢 谢谢 谢谢陈世锋先生 含蓄又真诚的推荐 稍待一会 我们还要听另一位女农夫的故事 还有一位来市集摆摊的 是越南籍新移民阮清新 他和先生经营的清新园有机农场 到这里摆摊已经第五年了 看到他不只忙顾客 也忙着串摊子 总是挂着笑容 我们来听听他在台湾的有机人生 是怎么开始的 你应该可以算是这里 摊位里面算是最自身吧 应该不算吧 不是啊 还有哪一个 比较热闹是因为大家 第一就是我不是本地人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 你是外地来的人 可是可以在这边 一起做生意这样子 然后大家有些人就说 听你声音好好听哦 我不知道从哪里好听 你儿子很棒耶 对啊 他儿子来帮他 孩子也会来帮忙 他没有空的时候 他儿子来帮忙 对小朋友也会 很多都来帮忙 那这一定是老顾客了 对不对 都老朋友的 老朋友 所以你五年这样子的老朋友应该很多 这边真的很多 那就是常来买菜的嘛 就刚开始是消费者 慢慢慢慢就变好朋友了 对啊 所以消费者跟老朋友的差别是什么 那个联络啊 互动会有什么差别 互动的话 如果常来熟客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他们忙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说 啊你也不用急着出来买菜啊 就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会去为您保留好这样子 对啊 私心先把它藏起来 对 然后第二就是 他来的时候他很信任你 他就会说 啊我不要挑 你帮我挑哪一个比较好吃 都会常这样 对啊 啊有时候消费者自己买 也不见得他会买到好吃 那我们就知道 就会告诉他 对啊 是我们种的每一个都要卖出去 可是先来买到的小 那个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尽量买好的先买给他嘛 啊后面的没有办法 我就跟他说 我们快卖完了 这一棵会比较老 或这一棵会没那么漂亮 就跟他讲一下 他也会接受 嗯 您是在桃园哪边 桃园平镇 这个清新园有机农场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农场吗 我们农场已经 今年好像第十三十四年咯 但是任有机就十年 对也经过任有机之前 就三年的转型习的这一代 啊清新园的来源咯 清新园是用我的名字去取的 所以老板比较狗腿 好浪漫哦 很狗腿哦 你几年前到台湾 我两千年来台湾 两千年的时候结婚 然后来到台湾 然后你说 清新园有机农场 十三十四年了 所以 十五年咯 所以你嫁过来之前 你知道你会是 在要农场的农妇吗 不知道 有被骗的感觉吗 嗯 其实说被骗 有啦 没有没有 因为 还没来之前也知道说 他们是从农业出生的嘛 对 阿公啊爸爸都是农 就农的嘛 但是当时他是做水电的 做工程的 啊我想说我们来台湾 应该不会叫我夏天吧 有想过啦 但是你来台湾之后 台湾的农业 跟我们越南的农业 是不一样的 对啊 这边都是季节化的 如果在越南听到 哎来台湾还要种田 还要夏天的话 大家都会怕 可是就是做不一样 第一第二 就是我们还做有机的 是不一样的 不是做一半的夏天 种一半的菜 对啊 就这一点就不同 可是你在越南的时候 听过有机的 这方面的农场耕作吗 我们越南没有什么有机 它最多就是干净出菜 还没有 等级还不到有机 对就是像台湾的 集园母啊 对啊 比较安全蔬菜 对还没有认到有机 所以你老公说 我们来做有机农场好了 那开始种菜了 你那时候一开始知道 这个消息是什么心情 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田里 我嫁过来也是在向下 阿公那时候还有种田 所以他偶尔还是会下田帮忙的 但是我没有 我还没有 那当我回有一年 做这个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有回越南 有一段时间 对啊在这边 他没有跟着我回去 然后一段时间比较 比较无聊吧 他就没事啊 孩子啊 太太都回去了啊 他就会下去种一点点高丽菜啊 种好玩的 对 结果慢慢慢慢 我刚回来的时候 三个月嘛 刚回来 哇 我看他种好多 从来也没有种过的啊 啊后来就看到 啊带小孩子下去田里玩 而且从此就觉得 发现小孩在田里好开心啊 然后又很安全的给他 那时候还没有扔有机啦 但是自己种也知道 没有喷药 对 那时候慢慢就会 为了看孩子这样的快乐 就慢慢就会转到有机这一行 嗯 那个小孩就是刚刚客人说 你的小孩很棒的那个 同一个小朋友吗 对啊 我有两个小朋友 对啊 那时候他三岁 我们就开始作田了嘛 我带回来 那时候就 哥哥三岁 弟弟才一岁 对 然后就夏田一起做 然后到现在 哥哥已经告二了 有时候会来水花园帮忙卖菜 会每个礼拜都会来 就这个礼拜刚好他有事就没有来 他如果是高中生了 然后来帮爸爸妈妈卖菜 学业啊 跟花一天的时间在这里 他自己是什么 会不会压力很大 会不会一直担心着其他事情 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们来这边已经第五年了嘛 对啊 然后来这边之前 我们也有在一些台大 台大校园里 应该有听过 对 然后也有在希望广场啊 也是这样子摆的事情 所以也算他从小就跟着输来了 对啊 他很期待的每个礼拜出门 他很期待 每个礼拜都可以去台北玩 但是只有在这里 可是那他跟客人的互动呢 因为他自己也都熟悉菜园 所以从小朋友 会不会有时候 他也可以介绍菜给客人 可能会 但是简单的啦 对比如说你问他 这个什么菜怎么煮 大概他 虽然他不会煮 但是他知道妈妈怎么煮 他就会随便叫一下 这个叶子麻下来啊 新草就好啊什么 对啊 然后比如说 问他这个苦不苦啊 就是他本身就很苦了 所以阿姨 你不苦的话 你就加一点姜啊 跟妈妈煮一样 他就会这样跟客人讲 马上卖掉八斤 马上整蓝卖光 对 很会卖 谢谢任清新 分享了他和先生经营的 清新园有机农场 那些幸福时光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 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节目最后 一定要介绍出场的 当然就是水花园农夫市集的 召集人林伯虎先生 回想六年半以前 市集刚开始创办之初 直到现在 请他谈谈经营市集的挑战 还有这个通路存在的价值 特别是市集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 夏天天气很热 但是那时候很多人潮 可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市 然后就走过去 那些人潮走过去 拉对有机蔬菜 有机的这个蔬果这些作物 一点感觉都没有 后来就一段时间 刚开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真的 只有我们有机会 应该还是有更多的理念跟想法 可以互相交流更多的认识 那我自己 因为也是本身是做 传播方面的顾问 所以我们想说 也许有一些机会 可以用得上一点力 那所以从 就也找了 邀请了一些媒体朋友 一起来协助 那后来才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你说要做什么 或者是召集什么 其实没有 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学习很多 那个其实市集 是所有的人事物 还有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事物 一起的集合 那种生命的共同成长 和互相的一个激荡 那是 那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 对 不过这里的规模 它大概就是维持在一个 几十摊 大概是 我们大概平常会 还是维持在 大约在四五十摊 因为再大 其实有很多规模 管理规模上的一个 一个瓶颈 其实不太容易 即使天气糟 都礼拜六 几乎都是 在这边出现吗 天气糟都还是会 因为 其实就像 很奇怪 天气不好 你就还是会有 很多的支持者 他还是会过来 有时候 他们甚至会 特别过来 想说 下雨了 可是我那个朋友 那他们带菜来 怎么办 那或者是反过来 农夫也是 当然他们也可以就批掉 批个通路 当然是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 下雨的时候 他们就想说 可是那些支持者 他还是会来 就变成是一个 相互的约定 相互就 还是会 下雨人会比较少一些 散客或者是一些 新的朋友 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 然后一些支持者 还是会 就很感动啊 我们可以很清楚 在整个市场里面 你如果要单打独斗 一个小生产者 你要做这种友善生产 你在一开始 一定都是小规模的 小生产者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又要做到整个规模的经济 或者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行销是 或推广是难的 我们比较不想讲行销 我们比较喜欢讲 其实是就是连结 跟社群的支持 那我们想说 其实最好最好的机会 就是市集的模式 它可以一周一次的 等一下 一周一次的社群聚会 就是一个大家的互相的连结 一周一次的party 一周一次我们可以跟老朋友们相聚 然后买 所以都是拿到 就是认识的人的 朋友的 朋友的各种的食品 所以我现在我的三桌 都可以数得出来 甚至也看得出来 谁种的 然后你都可以如数加征 就没有 这不是陌生的食物 甚至油 甚至盐 甚至酱油 都是 你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吃下去是安心 而且不只是安心 会觉得是有温度的 对 而且是一起支持 让环境更好的 对啊 投一票 就是这样子 就是像一些朋友在讲 像群箍豆 他们振骨得 我们也在讲 就是用食物 就每一天的 每一餐的决定 我们都在投票 都在改变 都可以改变 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天 那一个决定 没错 别小看我们每天 餐桌上的决定 享受听更多农村广播内容 网路上搜寻 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 可以听到更多 农村故事资料库哦 我们下周一傍晚 5点20见咯 拜拜